正面适当的整理一下 这样我们一朵玫瑰花就割好了 最后用回一针固定一下 然后将线头藏起来 将线剪断 将线剪断 这样玫瑰花主体就割好了 然后开始勾化金盒叶子 拿起绿色的线 找玫瑰花的背面 比较牢固的地方将勾针插入 勾针绕线 从线圈里勾出 接着勾一针锁针 这样就固定好了 接着我们勾十针锁针 然后开始勾叶子的部分 我们勾九针锁针 在倒数第二针锁针上 勾一针短针 勾一针锁针 在下一个针目上 都一针短针 都一针短针 接着在下两个针目上 各勾一针中长针 中长针的勾法 请看我演示 勾针绕线 将勾针插入到下一个针目中 绕线勾出 此时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勾针再绕一次线 从三个线圈中一起拉出 这就是一针中长针 接着在下一个针目里 再勾一针中长针 在下两个针目中 各勾一针长针 在下一个针目中勾一针中长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接着勾一针短针 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勾一针引拔 将勾针插入到同一个针目中 翻过来勾一针引拔针 绕线从两个线圈中一起勾出 接着在同一针目里勾一针短针 在下一个针目里勾一针中长针 在下两个针目各勾一针长针 在下两个针目里各勾一针中长针 在下两个针目里勾一针中长针 在最后的两个针目里勾一针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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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在这一侧的每个针目里勾一针引拔针 然后我们在这一侧的每个针目里勾一针引拔针 到下一个针目里勾一针 到下一个针目里勾一针 最后一针引拔针 我们勾在这条花镜的最后一针锁针针木上 这样我们供应八八次 接着勾十针锁针 接着勾另外一片叶片 勾法与上一个叶片相同 接着勾太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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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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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